好歹也是外国友人啊 我们好歹也是礼仪之邦 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你看一下这三个包 你看会喜欢你们一个多一点 这三个看起来很普通啊 就没有更贵的嘛 男朋友是欧洲人很有钱的 因为这也是他就是提到的款式 我就先拿过来看一下 你看要不要先上身看看效果吧 好吧 再加上来你陪他试一下 三个包,三千块,三千块,四千块 Maybe she could buy the cheapest one Probably she'll like it Ok excuse me 《询物》 Hey bro You finally called How are you? Yes you really should come to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I'm nobody shitting you mate I shoot eight girlfriends in a month They just like us 对,别担心,你们的女生,我的女生,再见 她做了一个选择,这一块4千 不,不,3千,那是最便宜的 我觉得她可以做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坏决定,我会不会赔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坏决定 宝贝,找吧,做吧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店,你们卖假包,还骗外国人 真的是丢不丢人啊 我真的是人无可忍 Let me finish my words,OK 从你们走进这个店开始,你男朋友就不尊重我的员工,好吧 我们这个店本来就服务重庆本地的客人的,有什么好讲英文的 那第二个,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讲英文的人吗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他要买个最便宜的包给你,问我什么是最便宜的,那我只能拿出三个最便宜的给你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bye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好吧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吗 他刚打电话人家说什么吗 他说他一个月就换了八个女朋友 我觉得真的这个人他对我们,我觉得对你,对女生没有一点点尊重 这样有意思吗 但是,好歹也是外国有人啊,我们好歹也是礼仪之邦,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那这样,刚才你说你英文不好对吧,那你听过这么一句中文没有 叫做以德抱怨何以抱德 有听过 那我帮你翻译一下吧 就如果你得不到人家尊重,你还一直当舔狗 你永远不会得到尊重,好吧 你要追就追吧 去吧 谢谢